速度 速度是时间和空间在交互作用下的产物 速度包含了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变化率 速度的运转中就定格在三维空间里 超越了三维空间 也就会超越了时间的流线性和空间的局限性 时间不再是单向流动的 那时空就不存在 时间与空间都是在知觉上建立而起 超越了知觉 就没有了时间与空间